华氏满50岁了 要带您回顾 华氏新闻在1971年10月31号 蒋介石生日当天开播 初期是以黑白新闻为主 彩色新闻为辅 一直到1975年5月 才全面改成用彩色的画面播出 而且一开始也只有 成五晚夜四节新闻 一开始一节新闻还不满一个小时 到今年华氏进驻52频道 成了新闻台 从过去到现在华氏的转变 我们也访问了华氏的前主播们 还有现任主播 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听到熟悉片头 就知道你看的是华氏新闻 但这跟过去华氏新闻很不一样 晚安 华氏晚间新闻 今天来到了空军的新竹的飞龙基地 华氏晚间新闻 一片秋军 各位晚安 欢迎您来关心 10月4号的国内外新闻 您好 欢迎收看3月27号的华氏五间新闻 这些面孔肯定曾经在你家电视出现 甚至还把播报现场带到你家 今天我们来到了苗栗后龙高铁预定地 我们要带您看 这一个月当中烟火有多漂亮 Live的节目 而且这种人来风的感觉 当大家不管是目前的幕后的摄影师 SNG人员 大家都到位之后 那种团结一心一意把一个小时的Live节目 衔接的很好的状况 我觉得做起来对一个新闻人来说 是热血沸腾 非常有成就感 很开心的事情 华氏新闻到你家 让主播苏一红印象最深刻 这开了华氏千里 也让华氏新闻更贴近民众 不过真要说深入人心 主播朱国珍 在当时可是掳获每个阿兵哥的心 台湾地区的经贸表现 在国际景气普遍低迷之下 仍然以良好的成绩迷捏前茅 所以我荼毒了台湾30年来的年轻男人 我估计一下大概现在30岁以上到 40岁到60岁左右的人 好像都认识我 当时的军中情人 主播朱国珍 一晃眼30年现在成了作家 但说起当时 眼里满满都是精彩 民国80年的华氏周刊的封面 我这里面最土的 连衣服都穿得像土石流一样的颜色 照片留住深色脸庞 却没留下太多岁月痕迹 成了朱国珍年轻记忆里 最特别的篇章 亦华氏新闻当年也受不了他 欢迎您好 欢迎收看华氏夜间新闻 进行了27天的每一战争 终于正式宣告结束了 我一生当中觉得最有成就感 然后没有白活 不枉死生 不枉青春 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但是我们收视率是低 全国第一 因为这样一个荣耀 还有一个参与感 还有我们自诩自己的专业度 所以我们就是随时随地在灾难的现场都是跑在第一线 时光一去不复返华氏新闻一走五十年 现在还走入五十二频道 台长陈雅玲接下晚间新闻十段 开创新气象 因为我们一定是坚守它的公共性 那这个公共性呢 我们就不会有一些山色性的东西 它可能有收视率 但我们不要 其实现在的观众反而是很喜欢看 能够带给他们更多知识涵养的内容 转型成新闻台 陈雅玲坦言困难不少 但华氏新闻还有更远大的目标 当然是希望能够在新闻区块发挥影响力 而这个影响力最起码也是影响新闻同业 就是让大家可以回归新闻本质 来讨论问题来报道新闻 回顾过去五十年 国内外大小事 华氏新闻从不缺席 将第一手消息正确快速呈现 不变的是对新闻的初衷 善尽媒体职责 五十年来始终如一 华氏新闻祝贝资理事件张书铭 台北暴动